所以论证的能力在文书中进行体现 而学生背景是在文书中进行论证 从而形成结合大学一般会问的短期和长期的职场目标 这是在研究这个过程选拔 这个美国大学是怎么选拔这个学生的 这是一个有很多所谓的概率或者阴谋论的一个话题 不少的自媒体不少的中介 有自己的观点 我相信每个学生和每个家长也有自己的观点 甚至每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都有自己的看法 这就对了 因为本来美国大学的招生的录取 就不是一个一条 可以说是一条准线的这么一个标准 基本上我们看到所有的大学在招生的时候 都会用到一个词叫做Holistic Review 什么叫做Holistic Review 叫全方面的 但是这个英文和中文是很难进行直接翻译的 我不觉得有任何的中文的单词 可以直接翻译Holistic Review这个概念 语言的深水与魅力 换掉另外一个语言 你很难理解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观 就比如说中文 你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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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同样的话用三种的语气 代表不同的意思 这就是中文博大精深的地方 有时候一句北京外说的话 有时候我们以致注册会说一句 卧槽 这个词卧槽 卧槽 它代表不同的意思 英文也是同样道理 怎么解释Holistic Review 怎么来解释全面宏观的来看学生 这是一个谜 但是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 我们的寻找这些在Holistic Review背后 它的一些特点 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总结和归纳 美国大学是如何进行这个全方位录取学生 为什么 不是我们有多蠢 不是大家有多蠢 是美国每个学校的招生委员会 它是由多个团队 十几名二十几名招生委员会的老师 这是组成的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可笑 大家会看到从什么所谓的一些机构里面 某藤校毕业 某藤校的前招生官 那他怎么从前招生官了 就算是任何的藤校 也不可能一个招生官 做出决定性的决策 那也是一个办公室 大家一块做出一个全方便 多维度的 这是任何一个大学负责任的做法 这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录取 大家有的人可能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 拿过了一张纸上写着学生情况 文书写到后面 然后一看 优荷 我觉得这些人行 来 录了 不会是那样的 大家把这个事情想得简单了 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 所谓的这招生官 这那前招生官 你把他们放出来 你把他们拉出来 你看看他们敢说 他代表学校的立场 你看看他敢说 他能够代表学校的招生标准 他不敢 他做不到 因为这是一个办公室 大家一块 一个团队协作的一个工作 而美国非常看重这一点 所以这件事情就变得更难了 怎么能够全方位的来评判一个学生呢 那么在本科阶段 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这个孩子的潜力 不是金钱的钱 张老师没有在这玩这个语文的文字游戏 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 这个词正确发音是潜力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叫潜力了 就他的potentials 他的behaviors and characteristics 他的性格的行为方式 性格色彩 他的motivations 他的主观能通性 what motivates the students what kind of motivations the students have 这个学生具有哪些特定的动机 也许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看着competency 因为对一个就是胜任能力 对一个16岁17岁的高中的学生 我们去评判他的胜任能力 他还没有走到今天的职场和社会当中 他还没有组建自己的社会和社交的圈子 所以我们更多的看着这个学生的potentials 大家有时候说 美国大学不变的永远都是 oh passionate about this and passionate about that 我对这个激情 我对那个激情 其实这个真正的烂了大街的passionate的背后 其实代表的是这个学生在一个可被溯源的背景 他的长期来发展的方向是否对着这一个方向 从而我们能够从招生的角度能够推理到 这个学生是否在单一领域 他的兴趣代表和具有持续性 那么在研究生级别 我们看中的是学生的胜任能力 他的背景的能力是否能够有效的论证 他在毕业以后短期和长期的职场目标 他的人生的发展的规划 他的胜任能力 也就是说在研究生过程中 他要结合学生的本身 你说你有具有学习能力 那你的interradial academic performances 你的本科的学术表现能力是怎么样的 你说你具有 你以后想做市场的分析师 Marketing Analyst 那你从本科的实习是否跟市场学有关系 你的本科的实习过程中 是否接触了Marketing Data 大数据的分析 Dead-on-down analysis 是数据的分析 你是否对品牌brand感兴趣 或者敏感 这些都是论证的能力 所以论证的能力在文书中进行体现 而学生背景是在文书中进行论证 从而形成结合 大学一般会问的短期和长期的实习目标 这是在研究上如果能选吧 大家如果能理解到仔细琢磨 刚刚说的这两个点 大家如果仔细能理解理解本科研究生的话 我觉得大家会在我说的话当中 得到一些宝贵的经验 我每周五个党免费的咨询时间 大家想联系到我呢 可以给我发现 我们初次到达了 哈那斯的高门 然后我微信的一下 P3C HX P3C R 以及P3C J&P 以上我们今天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在Hannessey Consulting Group,我們理解的危險和可能性的階段 我們使用科技的技術來掛募 我們工作與學生的確信 我們在學生的確信 我們在學生的確信 我們在學生的時間學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